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资讯 25号 韩国新总统表景会举行了就职仪式 在当天还举行了大型的庆典表演活动 鸟叔等著名的演艺人士受邀参加 随后就职仪式按照国民行礼总理致辞 宣誓就职 仪仗队表演 名放礼炮就职演说等程序依次进行 据悉 表景会就在就职演说当中将重点强调 开启国民幸福时代的构想 在内政外交方面努力创造就业 改善福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政策 据了解当天有150多名外交使节参加了表景会的就职仪式